这个东西 它不是小灵通 也不是空调遥控器 它是万能翻译器 这是我们出国旅游 在跟外国人交流 语言不通畅的时候使用的 它精通365个语种 有了它 就不存在语言障碍了 就可以友好的 跟外国人互相交流 就算不出国 我们平常也可以用它 来学习各种语言 总之就是朋友 我们先开机 可以看我们这有翻译 拍照 录音 AI出手是啥 啥也没有 来看一下这个翻译 凡理中文 日语 韩语 法语 德语 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俄语 哇 很多啊 非常多 那我们先来个英语 英语我还是很在访的 先来一句 开玩笑啊 我们先来一句 高贵而不是优雅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Hello Nancy Hello New Talk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是啊 你好 南希 你好 刘涛 你好吗 我很好 谢谢你 你我也很好 这好像不太对啊 翻译的不太准啊 可是我发音不准 那我来个有难度一点的 Buy order of the picking fucking blinders 暗讯去挑选 兄弟们 什么呢 翻译不对啊 我那个是来自 T楼党的命令 这个是暗讯去挑选 兄弟们 那我来到网上 找一个外国人说话的视频 好 我挑了个视频 里面还有字幕啊 我们来看他翻译 专门着去 看起来像是他 东西 我听不到你说话 这翻译完全不准啊 你说要我自己说话不准 也就算 人家外国人说话 他也不准 那是谁的问题 就是你 我们再看看别的语种啊 我们来试试这个小日子语 日语我还是会不少的 因为平常我喜欢追翻 先来一句 Yamade 到家 不对 他绝对不对 在我印象里 这应该是不要的意思 他是到家 我再来一句 这什么狗屁意思啊 我刚研究了一下 这个愚动也是可以翻转的 因为我想翻译成日本话 你好 你在干嘛 现在我来学两只语 等我来跟日本有人电话沟通一下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打扰你一下 我在拍视频 请问方便吗 念起来就是 就是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下句就是 这是打扰你一下 我在拍视频 请问方便吗 现在我们就来打个电话试一试 这个区号是我在网上查的 他拨通了 他自动挂了 我再换个号码 对方正临了 这说的啥呀 他不说话 他很不礼貌 他不说话 应该他接通了 但他不在说话 我再来换一个 正临了 我看他说的啥 贴在什么上的话 请说出姓名和你的事 他是不是留言吗 他还不说话 他还不说话 我刚准备再打个电话 然后他给我显示 余额已用尽 他已经停机了 我去 在